有人说可以看下猫咪文吗 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猫咪文在哪 这种反黑我当然觉得 我也会尝试着就是努力以后 多出来就是澄清 23岁欧阳娜娜愿猫咪文挨哄 开直播任有容貌焦虑 二十三岁女星欧阳娜娜近来不只发新歌 日前更登上路纵是好朋友的周末 向旁边两个姐姐金金和baby抱怨脸上有猫咪文 让baby瞬间表情失手 画面流出后让欧阳娜娜再度成为剑拔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管是baby 不管是baby还是 还是 还是大大 然后其实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嘛 所以他们也会安慰我很正常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有人说可以看下猫咪文吗 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猫咪文在哪 这个文呢其实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天生的 因为从我爷爷 从我爷爷对 sorry是遗传的 因为从我爷爷到我妈妈 我记得当时我妈就在跟我们三个女儿说 说你就看我现在的文 我现在脸上所有的地方就是你们到 不说年龄啊 就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们会有的文 所以你们要记得防御 比如说该擦擦眼霜的地方擦眼霜 面对网友无情攻击欧阳娜娜也罕见硬起来开直播正面对决 别人黑你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反黑的成本是很高的不管是金钱上面还是说是就是怎么样 比如说你要去告一个人你要花很大的金钱的成本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是非常贵的 所以你说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会不会有焦虑我肯定会有啊 其实除了我在音频上面我的工作是一个艺人以外我也是个正常人所以我也会有我的焦虑 如果我比如说半年被误解一次一年被误解一次我当然可以出来说但是我经常被大家误解的时候我就懒得出来说了就是太多次数了就变成说我微博里可能可能一个月会有十次都在出那个解释的视频就是正面去面对 让我变红的可爱女人 让我变红的可爱女人 可爱女人 嗨 大家好我是武冬 谢谢乃哥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熊 我是奥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就在这里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